好吧 从人类开始定居的名字开始 我们正在这片大转型的定理环境中 那就是乌尔法的世界 考古研究快成为中心了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新史起时代 新史起时代过渡期 形成聚落过程的研究 最后找到了非常有意义的结果 当然首先就是最初发现的 90年代中期的戈贝克利时政 最重要的原因是已经 很久没有找到过这样的纪念性建筑了 我们知道的是 最早的建筑是埃及金字塔 它建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 我们知道在欧洲 有一些比较早的一些巨石 像巨石镇 然而这是一个巨大的纪念性建筑 建筑时间至少比他们早6000年 大约11000年 人类建造了如此巨大的纪念性建筑 一定是有意义的 从世界各地 每个角落的人们都来到这里参观戈贝克利时政 2022年将等待将近100万游客参观此地 这是有原因的 它在2018年被当之无愧地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因为就像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想知道的那样 戈贝克利时政讲述了很多关于我们人类共同的故事 事实上 人们一直对历史感兴趣 因为他们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来 为了夯实他们现在和未来 实际上这也是人们对戈贝克利时政越来越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因为 在我们正在经历不确定的时代 不仅我们的现在 还有我们的未来 似乎都不太安全 随着焦虑的增加 人们试图努力从遥远的过去中 找到某些有意义的东西 以便在宇宙中定位自己 然而 考古学是通过考古发现 对出土文物的研究 推测过去的一个有启发性的科学领域 许多研究和发现还表明 生活在过去的人们 在他们自己的情况下 找到了一些非常理性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 试图理解 为什么在那个时期的条件下 建造这样一个地方